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有些人就挑战这件事 他说如果中国有这样的飞行器的话 为什么他们搞其他事都搞得一塌糊涂呢 这个就不一致 我们去讲这个 现在天文是否上了火星 是 触容号的 但是我们上星期讲完之后 已经不是看到很多东西 我们到今天为止 这个《环球时报》 就出了两张照片 就是这个火星的表面 拍到他着陆的地方 但是很令人失望 到现在还是黑白 美国就不停地出高清视频 到处拍 到处飞 当然了 中国和美国的太空能力有距离 大家已经预认了 但是譬如说 由这里看到中国那里 我觉得去咀嚼一下 究竟他面对一些什么困难 和尝试解决了什么困难 因为他能够摆到东西上去 这种努力这种技术 也都不值得轻慢 我觉得是真的有反应上的能力 你才能做到 不是我们这些什么都做不到的人 可以乱说 但是由天文的例子 或者又要回应一下 只要你说那些什么飞行器那些 又这么说 中国大陆自从能够 有钱学生帮忙做两弹一星 放到卫星 放到洲际巡航途弹 他是绝对有能力 去做一些很超音速的飞行器 就是说要做一些每秒钟 飞七公里 八公里 九公里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其实五十年前已经做到 但是问题就是 导航监控 和配合精准仪器的能力 这个其实就不是那么轻易 现在又看到就是说 美国就很容易去 甚至会即时将他的影像 传出来给我们看到 但是中国就要等很久 其实等很久 你问我就是一个原因 资讯传输的原因 他们发送的讯号就是电磁波讯号 所以就由火星这个讯号 飞到地球就以分钟计 但是问题就是 你怎样去 load up load 到一些东西 上那个卫星 从而令到卫星 可以将这个讯号 去接力到地球那里接收 再下载回来看呢 对美国来说 这个过程是以分钟计的 但是以中国来说 我们看到现在是以日计 以星期来去计算的 那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就会说 你问我就是说 拍摄的问题就应该是很小的 主要就真的是那个通讯 那个效能的问题 那这里我就没有去仔细考究 但是如果你照我猜的话 就是因为通常这些这样的 卫星影像的那个传书 就是很需要 它不是说由那个卫星 就直接将那个讯号射到地球 是中间需要中间的步骤去做接力的 就像电纜那样的 那些电一个塔 一个塔 一个塔 它这些卫星信号传书 一样需要 似乎在传书那里 就需要是 应该是有待改进 因为传书首先就是说 你要对准那个位 那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 地球地面有一些的接收 有一些的收法 但是相信也都需要 依赖着在地球外面 一些的人造卫星 去帮手做这个 这个传送 然后呢 在火星地面有个东西 火星地面有个东西 是不可以直接 将那些讯号射到地球 原因很简单 地球有自转 火星也会有转 很多时候最好就是 大家将那些东西射上去 围绕着外围的轨道先 那些东西那里 那些卫星那里 有一粒东西就会围着火星转 那你在火星地面那东西 就将那些讯号射上 在环绕着火星轨道那些东西 由那些东西再将那些讯号射去地球外 那些东西这样 那些东西 真是博强奴电话 但是问题就是 你每一步都需要 就是指向要很清楚 你上面那粒卫星 是否在你头顶 在你头顶 在你头顶的时候 你下面那支东西 那个遥控车能不能指上去 指得准 然后就是你火星外面 那个卫星那粒东西 去指向地球 那粒东西 是不是有指向地球指得准 指得不准 这个就浪败了 其实就是 那然后就是 当然了 中国也都会掌握得很好的 应该就是 在地球和地面上面的通讯 应该就掌握 那个就因为 已经很多次练习了 问题就是 在火星上面 那堆这样的通讯 做不做好 那如果要我暂时估计 应该是在其中一个环节里面 那个传输 去那个天线自动追踪 那个转向那里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令到这个过程慢很多 有时候很简单的 你那个卫星 躲去你那个火星车的背面 那你怎么指都找不到 是不是 到真的在你上面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很快地指得很准 你指得越准的时候 传输愈有效 以前的卫星通讯都有这个问题 有个window的问题 突然间 譬如被一些东西遮住了 或者说对 印度就试过 他拿了这个window就试试 就是核试 是 他没有监控到 但是火星 大哥有多少个卫星给你玩呢 是的 你要去发射多一个卫星 环绕地球 都有一个成本 今何况你有没有能力 去火星外面 放很多东西在那里呢 那你会很贵的 其实要求也不少 那套这样的导航装置 在地球上试是好地 没有事 但是如何去到火星那里出现问题 等等 尤其是你要去修正 有个时差在那里 所以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我会说这个问题 是对于欧洲太空总署 对于美国太空总署 甚至乎现在对于中国航天 都是一个很极大的考验 但是我们看这些相片的质素差很远 譬如这些相片 美国那些拍到 是 还有一点 拍到好像你自己电话去拍的那种 对啊 之前说你那个降落手段 那个整形机坏了 那贾伦又有自己可以 整好 他玩很多东西给你看 但是你 看这些相片 我觉得很无人 是 那他真是纯粹证明了自己有能力 把东西放上去 那都是有个意义 但是也同时间就是说 就是以我自己看的 都很清楚证明到 跟美国的差距在哪里 那就是这样说 他们一定会追 那他们经历这一次任务之后 也会改善 而你看看美国在70年代 那个任务的水平 和今时今日这个21世纪的水平 也真的差很远的 但是 只不过 就是美国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作为一个优先探索者 他已经是优先去探索了那么多问题 而且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 始终就是说 国力依然在这儿 依然非常强壮 你问我就是说 那我们就不要讨论国力的问题了 我们讨论另一件事 就是美国他们设计 这些太空的用具 就越来越 越来越 越 因为乔偿老师 或者当年Stefan Hawking 要上太空去厕所那些东西 那很多时候 那种去太空 都未必是去到很太空的那一刻 你可能特意 因为譬如说 飞上去霍得太空 感受到无重状态的那一分 飞到它来地面 可能只不过是 百多二百公里的那麽高 甚至乎是 再高一点 怎麽也好 你看到外面的风景 看不到地球上的那個藍天碧海 那已經就去了太空了 然後你就開始解開安全帶 那個過程可能只不過歷時是以幾十分鐘去計算 那你去廁所你不會去的 那你基本上不會有心想到那個問題 可能Amazon老闆我不知道去飛多久 可能純粹飛兩三個小時 他就磨乾淨的尿 然後磨乾淨的屎尿才上去 就沒有去廁所的問題 但是我們都知道對於一些在太空從事研究的人員 不要說去到那些什麼登月計劃那些這樣的東西 只是簡簡單單的國際太空站 那些人上去走一百多天的了 就是有些東西更加長 那一定是有去廁所問題的 你沒有可能忍死忍一百天的 所以一定有去廁所的問題的 那這個去廁所問題一點都不是小事的 因為那塊東西本身又要輕巧 效能高 人人適用 人人適用又不需要老少適用 因為老人家和小孩是不會上去的 總之成年人適用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時候上面只有男人 所以男人適用就可以了 男人如果只是小便 相對問題比較小 但是呢 隨著這個女性在科學參與 其實是一直… 比例上我不知道 但是人數是越來越多的 即是去國際太空站 又有女性上去 女性科學家上去 越來越多 所以… 但是以往設計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為男人而設 那所以呢 即是太空總主其實一直都是 不遺餘力去照顧每種不同人的需要 那即是… 能夠將裡面 某一些的成分 濾出來 讓你去用 這個相當多必然的 在太空站裡面 一定所有東西都會浪費 是啊 因為你要喝水 就盡量不用帶很多水上去 你撥出來的東西 就只不過是水 混了一些你不要的東西 那所以最好就是 將你不要的東西 夾出來 然後就剩下的水 你可以拿來喝回 那呢 於是乎就符合那個 處理污染啊 那個… 還有那個… 即是消耗的原料 更加… 即是那個… 不需要帶那麼多水上去 那種這樣的規定 那所以呢 這個新款的這個廁所 更加輕巧 用的物料又更加耐用 OK 因為它需要 有時牽涉到一些 過濾裝置 需要用一些強酸 那於是乎 它用那些物料 又要用到那些… Tefalon啊 或者是用一些… 用一些太金屬的東西 那於是乎 它那個… 抗腐蝕性的能力更加高 於是乎 可以用一些… 這些腐蝕性的液體 來去處理尿液 來幫助過濾 那樣的樣子 所以呢 就是這個研究 用到二千三百萬美金 來去做這個廁所 你問我呢 我覺得一點不簡單 是… 是便宜的 甚至乎是 而且最重要的價值在哪裡呢 女性都可以用得更加舒服 有什麼分別呢 那… 有這麼說 尤其是在那個… 如果男… 只要這麼說的很簡單 男人… 小便 基本上一條喉就可以了 OK 那就是套下去、薄下去而已 OK 那… 然後就大便的時候 當然是有另外一個… 通常是有個流斗形狀的東西 幫你吸 OK 那… 然後… 女性的時候 如果… 還是那件的辛苦 因為呢 那件原本被男性大便那件東西 就原本… 即是那件東西 只是吸到那個… 大便位而已 OK 但是那件東西怎樣… 即… 你要去… 幫助女性的時候 好… 那很可能的情況就是 你想像一下就是 他要拿著一套 就是男性用開 拿來小便那件東西 和男性用開大便那件東西 就是分開了兩件… 可以分開兩件口用的東西 來去用 那你要留意 男性戴了小便那件東西 基本上就不需要用手保住 因為他已經固住了 扎住了男性那裡 是不是 就不需要… 即已經是自動 你兩隻手都可以繼續free來小便 於是乎 你兩隻手可以繼續處理後面的問題 即是如果男人要真的戴小便一起來的時候 喂 女性就煩很多 一隻手顧這裡 一隻手顧這裡 兩個都要是一個分奴形狀 這樣的東西 那又沒有一件東西 是一件頭一次套下去 然後就一次… 就是要穿褲 是的 那你… 為什麼不戴尿片 你問好了 你不要以為尿片解決到這些問題 尿片可能是小便吸收的問題 大便的時候 即出來那些東西你脫出來 然後那些東西一樣有機會周圍飛 一飛就麻煩了 是的 那種就是事 你不要以為是那些固體液體麻煩 那些氣體才麻煩 因為大便很容易裡面有甲圓 那些氣體在太空倉裡面周圍飛 有一個傳說是怎樣呢 爆炸氣體來的 試過有個日本 有個醫生和女的病人做手術 是的 那女病人就在她被麻醉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放那個屁 然後是激光來的 激光手術就是激光點削了那些屁 就爆了 你在太空站這些很大件事 他收集的不只是你的液體和固體 是那些氣體都要吸進去 那些東西才是保障一個太空安全衛生的環境 即是那個 即是說這些屎尿 太空屎尿屁 你真是很極嚴肅的問題 去到不只是說女性主義 要純粹為尊重女性 當你更加好能夠去貼身照顧到女太空人 女研究員在太空站上面的需要的時候 是保障到大家的安全 這個才是有問題所在 那你覺得她是否解決到這個問題 未永國不知道 她聲稱這個可以 那又說研究成功 又現在公佈得 那如果試一下說不行 那這個她自己醜而已 即是又這樣說 那她一定是中間這個過程 一定是找人試過 即是一定要找女性去幫忙試過 即是這樣的 現在那種這些產品設計 其實有一個很標準的一個程序 來去收集用戶的意見 來做改進 即是那一套其實有人 甚至乎已經是在大學教育裏面 開始有些學校認為 是一個每一個同學都需要必修的 一些課程來的 一些叫design thinking 這些這樣的東西 即是你怎樣去設計產品 是否就是你想了我做出來就是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你需要一個改進的過程 是一個不停地loop 不停地改進 收集用家意見 再改進 再整一改良 之後再給人試一路loop的過程 loop到大家滿意為止的過程 怎樣是將這個過程的時間 縮短成本壓低 還有變成一個公式 好像一個algorithm這樣去做 其實這一套叫design thinking 這個東西 其實我會看到就是 可能就算香港未來的大學教育 都很多人要是必修 應該在中學已經有了 因為大家知道了 譬如我們現在用卷件 apps 即是你初頭那時候大家記得bugs 是的 由有bugs去到沒有bugs 少bugs 以前那個過程挺痛苦的 即是你用一個windows就知道了 是的 人們都寫program 以為自己寫得很漂亮 但用那個真的鬧 是的 搞了那麼多年了 嘩 現在你出的apps有bugs 你真的被人丟到飛起 是的 那個過程是很短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在一個很早的階段 學生應該有這種思維 譬如我做一件事 我需要那個過程有多久 我怎麼可以壓縮到就是 已經用起來 大家不需要很久 就已經可以將那個 即是這個這樣的用品 可以將它可以普及 和大家是用到 又沒有大錯誤 那這一次我們結束 下一次回來講講 另外一個都很有趣的話題 請問一下 等下一次 還是不應該 往哪兒 請問一下 很快 感谢观看